欢迎大家,我们有点迟了,延迟了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刚才有些技术问题,还有网路的问题,此时一切都,大家都知道有些困难,之前我们从IG开始,后来也断线了,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 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冥想,我们会确认下次不会再发生这种延迟,但我会重复本来要说的内容,以及刚才已经说的,就是在IG上说的一部分,让大家就能有个基础,继续下去,并且一起来冥想, 在充满焦虑和压力的此时,精神上有变化,身体上也有变化,照料身心最先进的方法, 就是通过练习冥想,超越冥想,让心智凝定下来,身体也跟着安静下来, 所以对练习超越冥想的人来说,我们很快就会开始一起练习,但是没有练习超越冥想的人, 甚至对超越冥想练习者,今天有参与的练习者,我们要一起做点简单的练习, 这是冥想前很重要的准备,没有练习任何冥想方法的人,我会带大家做这些准备, 我会用很简单的方式带大家冥想,会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 在理智上,明白几件事是很重要的,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 基本上就是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从目前发现的一切的角度来看, 在此期间,大家都被限制行动,大家对有压力, 就好像有点被关起来,有点像被关起来那样, 还要再加上恐惧感,或焦虑感,因为个人的各种状况产生的, 自己的健康,我们亲爱的人的健康, 全球而言,整个社会健康都领域焦虑, 还有经济和进步方面的焦虑, 以及生命是否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知道可以期望什么,还会发生什么, 所以有焦虑感,而焦虑便是对无知的恐惧, 对我们不知道的某式的恐惧, 人类神经系统是这样建构的, 也就是处于充满恐惧的状况下, 便会有反应产生, 特别是所谓的战斗或逃避的反应, 这种反应会使我们的血压,身高, 使我们的呼吸进入某种方式, 还有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些与焦虑相关的事情, 或者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所以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加以处理, 刚才说过通过超越冥想, 以及其他冥想的方法, 现在我们就要来试试其中的一些冥想技术, 不过要先从基本的练习开始, 那就是呼吸的层面, 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生理系统的呼吸快起来了, 这便是一般在准备战斗或逃跑时的呼吸方式, 因为要从危险的情况逃走, 所以我们神经系统内, 建了各种机制去影响身体运作的方式, 所以身体常常就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生理上的各种变化, 影响心智的设定方式, 也影响到神经系统, 所以心理状态就转变, 使心智确认到身体这处压力下, 同时也想象到并看到有问题存在, 这于是提高了恐惧感, 也提高了其中的焦虑, 因此我们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而最好的办法, 最容易达成的方法, 在我们坐不住的情况下, 或在无法长时间聊聊的情况下, 也无法把大家的状况都列入考虑的话, 那么就要处理一些关键的层面, 处理生理上发生的关键层面的变化,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破那个恶性循环, 使心智开始放松, 并觉得好多了, 好, 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处理此一种变的一个关键层面, 而那就是呼吸, 由于呼吸是神明的重要活动, 没有呼吸, 没有氧气, 我们便无法继续做任何事, 我们会失去意识, 所以这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是它活动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控制生理行为的部分, 是生理上的转变, 是非常非常重要, 且基本的部分, 使心智与身体维持平衡, 接下来我们要体验的知识, 源自于古代维德的瑜伽传统, 瑜伽有不同的分支, 不同的分布, 其中包括呼吸练习, 它也叫做Pranayama, 瑜伽当然也有其他的分支, 可用来处理心智和身体, 或处理理智和行为, Yoga Atana, 瑜伽体味法, 就是瑜伽的练习, 伸展练习, 也有更进阶的技术, 例如超越冥想, 事实上超级的能力, 超越前面谈的一切, 使身体和心智, 能够以一种正确的方式, 协调整合,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呼吸也变得更细容了, 自然而然更轻松, 自然而然的, 好, 还是回到刚才的重点, 来进行呼吸练习, 也就是Pranayama, 首先必须要打破, 那个恶性循环的连结, 就是在焦虑和压力时, 产生的那个连结, 重点是, 我们有压力时, 就会开始, 用到这些肌肉来呼吸, 就是上胸腔部位的肌肉, 通常这样时, 呼吸率变得提高, 呼吸也变得较快, 节奏也改变了, 变得不正常, 所以我们首先要重建的, 就是要从恶膜, 呼吸起来, 呼吸就是有这两种, 一般大致的分类, 大致分的话, 或者说呼吸的两部分, 就是用上胸腔的肌肉呼吸, 胸式呼吸, 以及用恶膜呼吸, 腹式呼吸, 恶膜是一块肌肉, 位于上胸腔部位和腹部之间, 它是一块圆顶细的肌肉, 非常强而有力, 收缩时成扁皮状, 把肺液向下拉, 使整个胸腔部位扩张, 肺部于是吸成真空的空间, 让空气进入体内, 所以我们吸气时, 自然而然地, 就是通过恶膜膜手缩, 然后变扁皮, 空气就吸进来, 进入形成的那真空的空间, 肺部内在的空间, 然后空气就向内流进去, 而在压力情况下, 所发生的, 再一次, 我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开始用上胸腔的肌肉搏写, 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也就是发生在有压力和紧张的情况下, 以及有恐惧和焦虑的时候, 然后这一部分就开始, 而当它开始的时候, 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神秘系统和心智就产生印象, 这就是处于压力的期间, 也就产生了这种恶性循环, 强化了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必须焦虑, 必须害怕, 因为危险当头, 我们必须面对,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回到恒格膜呼吸, 复视呼吸的方式, 我们必须使恒格膜活跃起来, 因为一会儿之后, 如果恒格膜运作起来了,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总是处于压力和紧张之下, 恒格膜就会变弱, 这条肌肉本身会变弱, 呼吸就变成从胸部进行起来的了, 但这样并不健康, 也没有效率, 因为已经显示, 这样的话, 不但会造成心智的各种改变, 产生焦虑, 也会影响血压, 甚至会影响消化系统, 影响循环系统和心率, 因为胸墙没有扩张放松, 胸墙本来应该是要扩张放松的, 也因此会有许多并发症发生, 由于重新建立起这个简单的基础, 可以从恒格膜呼吸起来, 我们就已经觉得自己好多了, 所以连那些练习其他技术的朋友们, 也都很喜欢这个呼吸练习, 他们练习的是超越冥想之外的技术, 还有其他的技术, 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 跟超越冥想的练习者一起练习这个呼吸方法, 然后我们会闭上眼睛和淡理一下, 开始做自己的底下, 好,准备开始, 把一只手放在胸前, 比如把左手放在胸前, 轻轻放着就好, 不必用力按, 手放在前胸心脏部位, 轻松感觉着, 好, 另一只手放在腹部, 腹部就是大家都知道, 恒格膜的部位, 就是分隔胸腔以及腹腔的那个部位, 这里就是胸腔肋骨最低的部位, 我们的手就放在这一部位的正下方, 好, 左手在胸腔部位, 右手在上腹腔部位, 目前眼睛是张开着的, 进行正常的呼吸, 就像你平常呼吸那样, 好, 大家一起这样深呼吸几次, 简单呼吸着, 像平常那样, 不必特别用力深呼吸, 好, 去感觉你的手的动作, 手有在动吗? 好, 这样做, 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然后这样呼吸, 进行几秒钟, 然后大家就会明白一些事情, 会发现究竟怎么回事, 好, 舒服地坐好, 如果想要, 可以闭上眼睛, 坐在椅子上, 只要把左手放在胸前, 右手放在上腹腔的部位, 不要太高的地方, 就是正好在肋骨下方的部位, 在肚脐和肋骨腔之间, 在肚脐和横股膜之间, 因为横股膜是附着在肋骨腔上的, 好, 开始呼吸, 很单纯的呼吸, 呼吸时眼睛可张开, 或者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去感觉双手的动作, 好, 就是像你平常呼吸那样呼吸, 只要留意双手的动作, 是在胸前那只手在动, 还是在腹部的那只手在动, 或是在肋骨腔的那只手在动, 如果是上方胸腔部位的手在动, 就代表你大多是从胸腔呼吸起来, 如果是下方的手在动, 就代表你叫起向你腹部的横股膜呼吸, 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来看看, 如何吸一口气, 也就是吸气, 然后让在腹部的手, 向前动, 也就是让腹部呼起来, 腹部呼起来时, 手就会跟着向外动, 好, 再来当呼气时, 就是放松的行动, 横股膜朝向胸腔移动, 在下面的那只手就跟着向内动, 所以呼气时, 也就是空气出去, 腹部的手跟着向内移动, 腹部向内锁, 吸气时, 腹部向外移动, 就好像你想要让空气充满腹部, 如果不是这样, 空气就会通过气管, 好, 不必担心, 不必担心你肚子会变大, 不会的, 这样练习, 最后会有助于强化肌肉, 你的腹部就会更有力, 呼吸的方式也更有益于健康, 到最后并不会造成腹部鼓起, 所以不必担心, 我们来练习吧, 双手会帮助我们, 一手在胸前, 一手在腹部, 我们要像这样呼吸, 下方的手向外鼓起来, 好, 把空气吸进来, 闭上眼睛, 感受着自己的吸气, 同时腹部鼓起来, 好, 用鼻子吸气, 好吗, 嘴巴是闭着的, 吸气, 好好的吸气, 完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一下下, 然后让腹部向内收, 把空气呼出去, 腹部好像受到挤压, 好像是腹部在挤压, 但事实上不是, 是横膈膜, 是横膈膜把空气挤压出去, 好, 吸气, 腹部呼起来, 然后呼气, 然后让空气出去, 这是从嘴巴呼气, 呼气时, 我们要掌握一个药领, 肚子上的药领要向前, 好像你在给某人一个飞吻, 就像那样, 此时, 你会感觉到腹部向内收了, 向内收代表鼓起减少了, 而且你腹部的表面, 又朝你背部的方向移动了, 朝背部的方向向内收, 好, 我们从头做一次, 用鼻子吸气, 腹部鼓起, 用嘴巴呼气, 同时腹部向内收, 仔细气, 不要太拥厉, 只要轻轻感受着空气的吸入, 再来一次, 用鼻子, 腹部向外鼓起, 停一下下, 现在用嘴巴我们呼气, 同时吸气, 呼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很好, 好, 现在放松我们的肩膀, 接下来要做的是做一点伸展, 好, 举起我们的手臂, 好像你把它们推向天花板, 同时吸气, 把空气吸进来, 然后把手背放下, 同时用嘴巴呼气, 好, 再吸, 然后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左手放在胸前, 右手放在腹部, 我们闭上眼睛, 注意力, 现在放在腹部有向外移动, 然后看看胸前那只手有向外移动, 事实上手的移动应尽量少, 慢慢来, 别担心, 如果手稍有移动, 你心里就想, 胸前的手没在动, 如果它有移动一点点, 也没关系, 那并不是主要的动作, 呼吸的进行是把气带到肺部, 通过横膜的收缩, 并压迫腹部, 于是腹部就向前鼓起, 就是这样, 然后呼气时, 腹部向内收, 用嘴巴呼气, 好, 大家再练习几次,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呼气, 下方的手放在腹部上, 向内或向外, 手向外动时我们吸气, 手向内动时就是我们在呼气, 这也就是说在呼气时, 左手没有动, 也许到最后胸腔充满空气时, 空气充满在胸腔时, 也许那时候上方的手会移动一点点, 因为胸部肋骨腔的肌肉群, 会在最后跟着动起来, 没关系, 没事, 不过一般来说, 上方的手会不动, 左手不动, 好, 大家一起练习, 用鼻子吸气, 注意力放在下面的腹部, 放在腹部的手, 向外移动, 也注意一下, 放在胸前的手没在动, 好, 大家一起做, 用鼻子吸气, 再一次,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呼气, 很好, 让我们张开眼睛, 很重要, 这要做五分钟, 每天做三到四次, 在冥想之前, 花点时间练习一下, 会做, 扎尼亚玛呼吸练习的人, 下一次我们会学, 今天必须先要打好基础, 学会这种正确的呼吸方式, 不然的话, 扎尼亚玛最后会需要随着我们继续学习, 会有各种不同的扎尼亚玛练习, 也就是堵住鼻孔的呼吸练习之类的, 这也是一种瑜伽的练习, 是瑜伽系统的一部分, 但基本上是靠自然呼吸来进行, 是自然又最有效率的呼吸方法, 对心直和身体有最大的舒缓作用, 它就是以这种横隔膜呼吸为基础的, 所以如果横隔膜有点弱的话, 这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去用它了, 所以加以强化是很重要的, 横隔膜就像任何其他肌肉, 它就是一条肌肉, 真的就是一条肌肉, 大家都会去健身房,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强化肌肉, 横隔膜像任何其他肌肉一样需要加以激活, 如此一来, 就会非常有益于呼吸, 肺活量, 进而降血压, 改善心跳的频率, 对心直和身体都产生影响, 是非常全面又有舒缓作用的, 所以持续这样每天练习三到四次, 如果有人可能觉得坐着练习有点困难, 甚至也可以用躺着练习来开始, 因为躺着练习起来会更容易去体验到练习时腹部的鼓起和内收, 也就是吸气和呼气时腹部的动作, 用鼻子吸气呼气时, 像这样用嘴巴呼气, 好, 去做这个练习,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所有的准备都会更好, 希望也可以准时开始, 希望大家可能的话要准时出席, 如果不行, 这些视频会保存起来, 保存在脸书上, 大家可以再回来看并且练习, 按照顺序看就会理解一切内容, 当然如果你看过说明了, 可以快进, 可以快进到示范练习的地方, 如果有朋友想参加, 他们可以加入, 从第一脚开始看, 之后呢, 现在这个是为了真的冥想做准备, 所以已经有练习超越冥想的人, 可以先做阿萨纳瑜伽体位法, 然后正确的pranayama呼吸练习, 然后练习超越, 冥想, 没有练习超越冥想的人, 明天我们会学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同样也有助于身心, 我们会通过一些步骤来带领大家, 因为其他人有本来就在练习的冥想技术, 您也可以开始练习一种心智技术, 一种心智觉知力方面的技术, 再加上生理上的呼吸练习, 我们会顺序进行, 但是现在我们要来闭上眼睛, 冥想一下, 对那些练习不同冥想方法的可以起来, 对那些已经学过我教的这个呼吸练习的人, 你们可以继续做, 自己的呼吸练习, 闭上眼睛做, 注意力就放在手的动作上, 也留意一下是在用很单纯的方式练习, 这样就会习惯成自然,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呼气, 嘴巴稍微向前撅起, 这样气流就可以更轻松通过, 用正常的速度做, 就是维持正常速度, 此时先不要费力控制速度, 只要很轻松地做, 练习大约五分钟, 我们会一起做, 而超越冥想者会练习超越冥想, 看看大家都在什么地区来决定, 因为我们有超斜阵的计划, 整个世界都加入一起冥想, 不同失去的人在当地同一时间一起冥想,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询这个计划, 或者到脸书查询, 或者到drtoninader.com去查时间表, 这样整个世界同步起来, 让集体觉知维持住, 维持在那宁定的层面, 那宁定的价值中, 这样会有助于找到解决的办法, 也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力, 我们会很快地走出目前的困境, 这样也会很棒, 大家要有信心, 大自然充满力量, 人类的大脑, 人类的意识, 已经来到这样的水平, 人类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进步的, 我们会克服这个困难, 大家走出来时会变得更强壮, 我们还是要不断支持那些参与抗疫的人, 也要协助一起推动促进健康的计划, 还有要促进平衡, 当然特别要支持医疗界的人, 那些专业的护理人员, 技术人员, 所有那些在疫情战场上最前线的人, 此外, 我们大家也要为集体意识负起责任, 所以让我们竭尽所能, 在此一期间过着非常平衡的生活, 实行健康生活, 并且回到自己的本我, 我们会尽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带领大家, 用这样连线一起冥想的方式, 每天这样进行, 好, 大家闭上眼睛, 一起冥想一下, 或者也可以继续刚才的呼吸练习, 保持在一起, 一起在那意识与整体性的和平层面上。 感谢可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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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